八星学习佛法 让我们能够与仙宝结下殊胜法人 这所谓有因有缘诗译语成 因缘是一种很文妙的关系 若累诗与佛法其下善缘 在心性方面便会更加清静无瑕 对佛理的论述也能更容易参透 并能在面对困难时不畏惧 圆道残缘传成法师 向众生说明学佛的奥妙之处 甚至我们圆道残缘三不五次 还会办一些共养团 就去真实的去供养这个还原经 那也可以参加从这当中了解 这每一个人的一个殊胜的心 殊胜的愿 所以这些种种的方法 要看大家的参与跟实践 不是说一年就这个时间 出现一次的时候 就再也到明年的时间又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就只有今天有受到黑 那这样子我们的改变就会非常的缓慢 我们的一个心要得到幸福 会比较的不容易 但是如果说借由这个因缘 所谓有因有缘示意成 这个地方小小 但是来了之后发现 我们的愿力很大 大大的愿 要去供养我们一个世界上修行的人 俗话说 佛度有缘人 若只身有缘 必会与佛相遇 而在无上智慧的熏陶之下 便能讨也称心 获得清静自在 在行为上 奉行善念 贬持善心 不作恶事 不造恶业 在福报的累积之下 好运便会自然而然来到身边 也符合佛教所说的因缘火爆 十方新闻洋芋带 请约理您高雄赏高谋